今天是台嘉文化协会张医师爱健康讲座的第二集 我们欢迎张医师 谢谢Dentoria 谢谢各位观众观察 那就是张医师我们现在疫情好像还是很严重 疫情对大家的生活都造成了很多不方便 出门都要戴口罩 所以说我们可能生活方式就是跟我们今年的年是数年一样 因为我们今年数年的话我们过得也就像老鼠一样 然后每天都都躲在家里 然后为了早吃了才出门 然后家里要兑换很多吃的东西 然后你出了门 看到人家走过来你就会赶快散开 跟老鼠的方式好像也一样 不过还好我们都是米老鼠 因为我们都是吃米的老鼠 最好不要变成过街老鼠 最好不要变成过街老鼠 所以在疫情不小了还要维持多久 所以我们出门一定都要戴着口罩 去到任何的公共地方室内的地方都要戴口罩 那张师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 戴口罩到底有哪些好处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预防COVID-19这种病毒 但是其实戴着口罩还对其他方面也有帮忙 就像说有一些人他有那个过敏性鼻炎 然后戴着口罩会比较比较赛 因为你戴着口罩然后这个空气流到我们的鼻子里面的时候 他的温度会提高 然后他的湿度会增加 所以说对这些鼻子黏膜的过敏纹会比较少一点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般口罩的过滤效果 包括你在过滤那些曲线病毒 但是这些过敏原它本身也是一种颗粒 就是说我们一般过滤性鼻炎最常看到的一些过敏原 就是说像春天的时候有一些花粉 就是花粉热 它那个花粉也 或是说一些免疫菌的泡子 也是一种过敏原 也是一种过敏原 然后还有一些最常碰到的就是你家里面的那个 塵蟒的排泄物 那也是一种过敏原 那我们一般医用的口罩 它能够过滤的颗粒 就在三个micrometer以上的 一个micrometer就是一百万分之一的公尺 就是一个micrometer 那我们一般 一般这个花粉的颗粒它大小是在10到100个micrometer 还有那个霉菌它的颗粒是在2到40个micrometer 对 然后沉满它的排泄物的颗粒 差不多都是在10到40个micrometer 所以说我们用一般的医用口罩 大部分都可以把这些过敏原过滤掉 所以说对过敏性皮炎的人 应该都有帮忙 对张医师你这样讲到 我想到我的先生他也是那种过敏性皮炎 早上起来都会一直打分替啊 好像感觉最近也是因为戴口罩的关系 他那个打分替的症状也好很多 有可能就是像你所说的 对啊对啊 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两点嘛 因为减少过敏 第二个就是说 提高空气在皮箱里面的 温度啊湿度啊 减少它的刺激造成过敏 这样子 所以戴口罩真的有很多好处 我们就是要随时都要提醒 然后对啦 还有如果是你戴那个天95的话 那过滤效果更好 因为戴95它会过滤到 0.04个micrometer 所以说几乎把所有的过敏 几乎都 但是问题是说 天95的戴神很不舒服 因为它会很闷 可能你呼吸会有点困难 大部分人那个 只是说一些特殊行业的 他需要过滤到这么 这么高的 这个效果的 过滤效果要那么好的 他才需要 一般人呢 医用的口罩应该都够的 好 那现在我们就是 进入这一集的主题是 怎么吃才健康 对 我想我今天主要就是说 要首先我们先要 破解一些我们 传统在摄取营养上的迷思 就是说有一些观念我们 好像需要稍微改正的 第二点就是 当然就是我们的主题 就是说 怎么样 来吃 处好健康 那等一下我就 针对这两方面会 谈一下 对 那就是 那可不可以先请张医师 来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平常在营养摄取 有哪些观念是正确的 然后有哪些迷思是平常我们 是这么认为 可是也许从医学的角度来看 是有不同的 是有不同的看法 有哪些迷思是需要注意的 所以说我想应该从四个方面来讲 有四个方面我们应该要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传统上 会有一个食补文化 就是吃的东西来补身体的那种文化 第二种就是说一种做月子的文化 你要生了小孩子以后都要做月子 第三个就是说我们都会 传统上都会计食生能的东西 对 第四个当然就是相克的食物 有一些食物我们传统上都认为 吃这个跟哪一个东西吃的 会造成有毒 造成身体不好 就是相克的食物 都会分别来讲 来讲这些 不过我首先关于这个师傅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说我们冬令进补 我现在冬天到了很多人 我们在台湾很多人 就会去蹲足一些像羊肉啦 鸡啊肉那些来补身体 对 其实这种观念我想是从古代 一般人的营养 比较失调 比较缺乏 所以说平常营养不够 如果说冬天到了他会觉得容易叛 或者说冬天到了 觉得人很虚弱 甚至说容易生病 尤其对于一些老男人来讲 这种问题可能会比较明显 其实在对于性态的人来讲 因为我们平常营养 其实都蛮好的 就是说这些营养应该不够 所以说其实不需要说冬天到了特别去补 因为那种一般那种冬令进补的东西 有时候含的热量 或是一些脂肪啊 含量很高 有时候你一下子就吃那么多 有时候超出我们身体的负荷 其实反而不好 那第二点关于这个做月子文化 其实也跟这个冬令进补差不多啦 也就是说 以前的人认为说 生过小孩子的以后 这些妈妈身体都比较虚 所以说他需要做个月子 你这一个月中间天天蹲鸡啦 麻油鸡给他补这样子 其实这个跟我们刚刚在讲 那个冬令进补同一个意思 就是说现在的人营养都比较好 这些妈妈身的小孩子 其实不需要补那么多啦 因为就是说你这整个月天天都吃这个麻油鸡 什么姜母鸭这些补 有时候其实这些 好像营养有点过多啦 超多你身体的负荷 所以说我想是不太需要这么多 我要吃一点面关于 不过我是赞成做个月子啦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妈妈这个关于十岁这么辛苦 好且将来要照顾这个小孩子 也是很辛苦 所以说趁这个生过小孩子 让他休息一个月 然后天天有人事后三餐 然后不用做家是 我想应该也是 应该也是 应该得到了就对了 那些妈妈们应该要得到的一个 再过来就是讲说 这些我们即食生冷的食物 我想这个讲的感觉是 跟从前的环境卫生有关系 因为以前的环境卫生不好 或是个人的卫生也不好 所以说你要吃东西 尤其你手脚都没洗干净嘛 或者说你吃的东西 以前种菜最早的时代 都还用水肥啊 什么的 那个上面 这台湿味 很多续菌啊什么的 其实那些东西 如果知道生的人 容易就生病 传染到什么东西 就像水同一个问题 我们说不是生水嘛 我们都要喝开水 它煮过嘛 杀菌嘛 但是你看我们在加拿大 都是喝自来水啊 它哪里有煮过的 也没事啊 你去餐厅吃饭 它就可以 那个围成就来给你冰水 放在你桌子上 让你喝啊 大家都这么多 也没什么事嘛 没什么事嘛 就是说因为这个食材 衣生条件改善 对 改善嘛 它在除以这些食物 或是水 都蛮干净的啦 所以说应该是没有那个 细菌的 所以说对于这个生冷食物 应该不用什么 什么忌讳这样子 那当然最后这个香菌食物 我想评一下后面 我会再详细的来说明一下 这样子 那刚才张医师跟我们提到食谷的文化 所以我们也都很想知道 这食谷文化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哪些 所以请张医师跟我们大家一起介绍 其实我们传统的食谷文化 简单的说就是吃什么补什么 就是说像说有一些人眼睛不好 他说他要来补眼睛 你知道要吃什么吗 就是鱼的眼睛 是不是 应该不是 传统上不是这样子 因为在一些中医 就是说法要吃那个夜明沙 夜明沙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夜明沙就是蝙蝠的排泄物 那它为什么会叫做夜明沙 因为如果你有机会进去蝙蝠的 住的洞里面 你用灯光一照 或者地上有一些亮晶晶的颗粒 为什么 所以说它会得到名字叫做夜明沙 这个夜明沙它名字另外一个意思可能也是说 你在吃了它以后 晚上你的夜 夜间眼睛会很明 当然有这点不是 但是因为它直接说你 对你直接你会看到它 亮亮的 因为它为什么会亮亮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 因为就是说 因为蝙蝠它都是吃昆虫 它吃了昆虫 就昆虫 它的头部啦 或是眼睛 或是翅膀 都含有一些 螢光物质 反光物质 所以说它这样可能 要不然完全消化 就排泄出来 所以你看它的排泄物 都会有一些 一些反光 螢光这样子 那 其实 有时候晚上眼睛不好 主要还是因为 夜盲症 就是夜盲症 那我们 知道夜盲症的原因 就是因为 维他命A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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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以前的人 他不知道 他认为说 我晚上都 眼睛都看不清楚 可能要来吃点 这个蝙蝠的东西 因为 你看它蝙蝠晚上出来 觅食 然后到处乱飞 都不会撞到树 也不会撞到墙 对 那可能他眼睛很好 对 所以说他认为 用蝙蝠的东西 来补生理很好 就是我刚刚说的 吃什么补什么 其实他不知道 蝙蝠它为什么 夜盲可以 可以不撞墙 不撞树 是因为它有超一波 它蝙蝠上面 可以发出超一波 然后就像雷打一样 扫棉 所以说他不会撞到那些东西 简单古人不知道 就以为说 这样子吃了 会夜盲 其实现在人应该很简单 因为 现在人也很少夜盲 因为 一般我们在吃的一些 动物的内脏 肝油 或是你喝的牛奶 或是蛋 都是含有维他命A 很简单 都解决这些问题 大概不用去吃到这个夜眠沙 然后再过来第二种就是说 你知道要治牙痛要吃什么吗 不知道 要治牙痛 牙痛要吃什么 牙痛不能吃东西了 这个在 其实这个在 中国古代的一本医学书 就是本草纲目 里面有讲到 李时珍 他写的本草纲目 里面有讲到说要吃 那个捉木鸟 捉木鸟 捉木鸟 因为这个是 我还是回到老鸡木 吃什么 补什么 因为他的牙齿 对啊 他觉得捉木鸟很厉害 可以捉木头 他那个嘴巴里面 他说 据说一秒钟可以捉 差不多十五到二十次 一秒 速度很快 咕咕咕咕咕 这样一直撞 他都不会撞快 所以说他认识这个牙 对牙齿大概 大概吃了这个 补一补牙齿 像他这么厉害啊 对啊 反正 这个是古代人 现代人大概不用这么麻烦 看个牙医 给你稍微治一下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对 然后第三项 都是一些男人的 最喜欢的东西 什么编度对 对 就是壮痫 男人就是 传统 以前我小时候还听很多 什么编 除了古编 是最出名的 看过来就是什么 路编 还有海狗编 那些 反正这个也就是我刚刚说的 吃什么 补什么 看那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 就会补我们身体的什么东西 就对了啦 嗯 其实 古编 我们还是主要还是讲古编 好了 因为古编比较特别 因为 老虎 为什么古编 会受的重视 除了一方面 看起来很威猛 那男人都很熟 带威猛的东西 因为男人也希望他自己威猛 对 很威风很猛 结果就是说老虎是一个代表的动物 就是一个强壮的代表 对 他觉得说吃了老虎的东西 为什么他那么威猛 所以说 他讲回来 老虎这个湖边 你有没有看过 没有耶 其实我 我也是到长大以后 当医生以后才看过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因为 因为我以前在台北看展的时候 叫那头去 以前的光网商场逛 你知道光网商场 都买一些五花八门的 还有很多的 什么武董 假武董都有 有一次我就去逛 看到一个摊会 摊会上摆一个盒子里面 一条卷起来的东西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就问老板说 老板你这个是什么东西 他说 这是虎边 我听了 笑了一跳 我没有看过 我说 是真的吗 他说 当然是真的 你看 这个虎边 它上面有刺 还有倒勾了 倒勾的刺 勾起来那种尖尖的刺 倒勾 我自己是当医生 是念过生物 因为我其实不知道 动物哪一种 原来不知道 动物有这种东西 原来 哪一般 还有刺 后来我回去 查了一下才知道 还真的是 真的 因为老虎为什么 他的边需要有 有这种倒勾的刺 因为你知道 一般的动物 他在 花禽的时候 那个母 这个母的动物 磁性的动物 他在花禽的时候 他都有排完 对 但是母老虎 他在花禽 他没有排完 他没有排完 对 他是在交配的时候 然后 那个 那个虎边 他在阴道里面 这些刺 所以一些倒勾 他刺激这个阴道 他的母老虎 他才开始排完 所以说 他这个虎边的 倒勾刺 他是必要的 有抗拭 他存在的期待 对 他如果没有这个刺激 可能他就不会 没有办法排完 就对了 所以说 我才知道说 但是 至于说 这个虎边到底有没有效果 其实我还蛮怀疑的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古人他在观察 这个老虎 他的交配 因为除了 我们说老虎看起来很威美 以外 其实他的交配过程 上一些男人 他也觉得很威美 因为老虎他在花禽的时候 他在交配 雄性的 他每15分到20分 可以交配一次 那很厉害 真的是 15分到10分就一次 然后他在两三天里面 可以达到200次到250次 后一些男人 大概崇拜死了 说 这么神勇 这个儿子 有够威嘛 人类也有办法 但是古人在观察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有看到前半段 没有看到后半段 他在交配过程 因为其实老虎他 每一次的时间 都很短 只有8到15秒 就是快腔翔 一下子就完了 我想这个 如果吃了虎边 真的像他虎 这样子的话 也是一个快腔 所以说 对啊 所以说我想这个东西 大概也要好好考虑考虑 对 说到这个虎边 壮阳 我想到一个故事 那我就顺便讲一下 有一个男人 他听他朋友说 吃这个虎边 泡酒 对这个壮阳效果很好 所以说 他就去花了很多钱 买了一条虎边 回来就开始泡酒 然后每天晚上睡前 就喝一小杯 然后他就觉得 哇 这个效果很好 很威猛 然后很神勇 他就很高兴 就接着每天晚上 都这样子喝 那喝了一个月 然后那一瓶 这个虎边酒 就喝完了 然后他 他就看着这条虎边 就想说 这条虎边真的是 很好用 效果太好 那我泡完酒了 就 换个方式好了 他就去中药店 买了一些草药来 跟这个虎边 一起来蹲足 然后就开始喝这个 这个蹲足过的 这个虎边汤 然后每天这样也是喝 喝了一小碗 一小碗这样子 喝了几天 就喝完了 这中间效果也是很好 一样很好 他很高兴 但是现在喝完了 药酒喝完了 那这条虎边 跟这个药渣丢掉 又好像很可惜 他就想说 那我把这条虎边 干脆就不要丢掉 就把它切一切来 直接吃下去就好了 应该也会有效 所以说他就拿起菜刀来 把这条虎边放下 在板子上就开始要切 奇怪 怎么切不下去 好像很强润的感觉 然后他就把菜刀拿高高的拿起来 猛然挥下 把它剁了一下 还没有断 这样子连续两次 三次剁了 总算断了 结果他就把这个虎边拿起来 一看 居然是塑胶做的 哈哈哈哈 所以说 所以才会那么硬 就是切到刀都坏切断掉 对啊 但是还是一样有效啊 心理作用吧 事实上 在这个 我们现在世界上 这个老虎已经列入这个 濱临绝种的动物 列入保护 但是我们在市面上 可以看到很多人 很多地方都可以在卖虎边 所以说吧 结论就是说 不管真虎边脚虎边 反正都是心理治疗嘛 有效就好了 对对对 所以说 我们这种看 看这个说 吃什么就虎什么 我想不知道有没有说要补脑 补脑的好像没听过 不知道是要吃什么 我在电影里面 看到不是就是 应该是那个 就是那个盛战奇兵那些 电影 他们就是有吃生开虎脑 我们一般最常得到的脑 应该是猪脑 对 但是问题是说 吃什么补收 你吃了猪脑 会不会补成一个猪脑袋 这个也算有可能 对 所以 所以 但我们讲完了食物和文化 接下来我们就想要知道一下 有哪些食物 其实是互相相克的 在我们传统上都有这种观念说 某些食物不能跟哪一种食物一起吃 吃了会中毒 会怎么样 就是 如果你有机会看从前的那种农民历 农民历 它的最后一页都有一页图表 秀出来说 这个 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在一起 会有毒 对 对 对 那一些 差不多 他说 那一页差不多有四五十种 你记也记不完 不过很多人 我现在就针对几样 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来谈一谈 可是像你刚刚有讲到的 这种螃蟹 其实我们台湾野生的螃蟹叫做毛蟹 因为毛蟹它本身的熬都有毛 有毛 跟一般海的螃蟹不一样 那个毛蟹 它就是说 你看那个 那个农民历上面的乡壳里面 毛蟹出现的频率很多 因为它跟柿子 你看我讲到的柿子 或是跟酒 或是跟冰 喝冰 吃冰 冰水 然后那个冰 或是说吃一些菇 像香菇 羊菇 那些草菇 什么菇的 他说 这些东西在一起会有毒 其实这个在我们一节中 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我讲实际上 你都大概不知道 都是这样 都吃了也没什么事嘛 不过这个毛蟹本身 其实真的 我们台湾的野生毛蟹 也有一个问题 它有寄生虫 它有肺息虫 所以说 当然它不是堵 因为 所谓我们一般所谓 比如说你吃了很快 就滑坐了 对生命的危险 那才叫做毒 那这个毛蟹这种 我记住什么 它可能要很久 可能要好几个月 不是好几年 它症状才变得很明显 所以这也不算是毒 所以一般讲起来 好 管理毛蟹这一部分的 可能就 就不是 就是说 医学上没有什么直接的根据 来证明 然后第二项就是说 比较常崩到的 就是说柿子 他说就是说 柿子说不能跟 跟这些 刚刚我们谈到的 融蟹吧 或是不能喝酒 跟酒一起喝 还有说不能跟海鲜 其实 因为主要还是 柿子它本身 含有一些丹银酸 和一些果胶 那个再吃进去以后 再跟胃酸作用以后 它可能会有点 凝结作用 所以说可能 有一些人 他吃了 柿子可能会有点 肠肉不舒服 尤其说你又配上 有些大白质 含大白质的东西 像海鲜烈的 或是说你 你又喝酒 或酒本身 会刺激胃酸和蜜 胃酸 让这个 柿子里面的 丹银酸 那些果胶 能够凝集在一起 更厉害 因为加上有蛋白质 或是说 海鲜烈汤 盖子比较高 所以说会 让它比较容易 凝整一些 一些 一个团块 这样子 然后让你 肠胃不舒服 消耗不良 这样子 对 对 就是 这个就是 柿子 它本身的问题 其实它没有什么毒 你吃这个 吃柿子 喝酒 吃海鲜 其实不会很 因为大部分人 都不会怎么样 可能少部分人 他胃长不好 他觉得肠胃不舒服 有点脏脏的 小胃不良 就是如果适量的吃 对 这很不像是什么毒 很大问题 然后第三项就是说 一个可能 现在的人 可能比较少看到 是树鼠 树 不太一样 我也不太一样 它比较粗 壮 那一些东南亚国家人 其实他们都还有在吃 有时候呢 鸟鸟人 到这些东西 好像是用树鼠的材料 其实它树鼠 像我们台湾也一样 现在很多 还是都有栽培 因为它树鼠本身 很多垫粉质 所以都可以给它做出一些 太白粉 像你说太白粉 其实都是 树鼠粉做的 因为它比较甜蜜 它做的 但是树鼠它的问题是什么 你说 农民地上面的乡客说 树鼠粉跟麻油会有毒 其实麻油本身 绝对没有毒的 它树鼠粉应该也没有毒 因为它处理过的 有毒的是说 树鼠它生的 而且它是在它的皮上面 含有那种氢氨 氢氨是一种很毒的东西 那可能会被致命的东西 那种你如果吃的量到了 可能就会 没有力 就没有了 但我们把皮削掉 对一般它要皮削掉 可能也要好好煮熟 因为它还会沾你一些 氢氨在上面 我想这一项 这个树鼠跟麻油毒物 主要还是一个树鼠本身的毒性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讲完了 有什么香喝的食物 有哪些 那我们的 台湾的淡水生物 有哪些寄生虫 好像刚才张艺师 也讲到了一些 对对 因为刚刚我们有谈到说 蟹它有肺气虫 肺气虫 其实我们台湾这些淡水 很多的生物都有寄生虫 像说那些鱼类的话 寄鱼 寄鱼 鲤鱼 草鱼 那些其实都有干西虫 这些都比较快的 对 其实 好好学 听到一个 就是说 水里面的螺类 田螺 或是无寿螺 还有一种就是陆地的那种 蝸鸟 对 我们台湾的那种蝸鸟 是叫做非洲大蝸鸟 那种都是有广东注血献成 哦 那个也蛮厉害的 对 那我就顺便讲一个 以前 30多年前发生的一个大案例 对 就是说 金兰家人也知道 我知道 所以他们很出名的 很出名 对 他们家族的 应该说是那时候 第二代的老板 他们家族 他也不知道去哪里 听到说 这个蝸鸟生吃 对身体很符 哦 结果他们就在家里自己养 自己养蝸鸟 然后就给他生吃 结果他们家里 他们有五个人 就是得到这个广东注血献成 结果他这个老板的夫妇 还有他的妈妈 还有一个儿子 那时候很快就死掉了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儿子 在美国 不是 他 对 他还有一个 也发病 拖了四几年才死掉 哦 你刚刚讲到那个 在美国 那个是比较大器 因为他在美国 他没知道 所以说后来 就是只有他们家 就是只有剩下他一个 后来是靠他 帮他回来接这个试验 所以也是很可怕 所以我一般讲讲 台湾这些水生的东西 还有这个陆生的蝸鸟 这些都 都要小心 都不能生枝 都不能生枝 而且你在处理的过程 你要蛮注意的 你的餐具 食具可能会污染到 你的手 你在处理这些蝸鸟 其实都会沾染到 所以说当然最好 不要去接触 那你要去接触 你就要蛮小心的 要有这个想法就对了 你不要说 大拉拉的 就给他生吃乱吃 这样太危险了 是太危险了 生命都没有了 对 所以 那所以你就是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就想再请张医师 来跟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要怎么样吃 才能够吃出真正的健康 所以说我想就简单的来讲 我们身体要健康 有三个要素 就是营养 营养 运动 还有睡眠 这三样做得好 当然身体就很健康 所以说你在这三方面的话 当然要平衡 平均衡 当然营养也不要过度 运动也不要过度 然后睡眠 睡眠 还不会过度 我不知道 大概都很特殊睡眠的主 所以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有机会在 在谈这个 所以说但是就是让它均衡 然后 你在吃这个营养的东西的话 我们原则上就尽量吃自然的食物 就是说少有加工的 或有添加物的 你尽量不要 当然像一些有 我们的文化里面都会常常会用一些草药来 来加在食物里面 一起吃 说这个很普 其实我们上次第一集有谈过说 有一些 其实还蛮伤 这些肾脏 一些药草 肾脏 肝脏 其实都要蛮小心的 所以说我想我们 今天大概就是这样 不过我 我再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问我问题 都是我问我问题 现在你要问我问题 让我感觉到 对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持年轻 有三个要素 三个要素 这上次好像也有讲过 有吗 我不知道 这是我自己的答案 我看到我周遭那些 看起来很年轻的一些朋友 他们通常就是 都是有很好的生活习惯 长生长期 然后二他就是会 平常就是很注重 他们自己的生活饮食 比较养生 多吃蔬菜跟水果 还有三呢 我就觉得他们是 那种天性比较开朗的人 遇到一些困难 或是像一些周遭不顺利的事情 他们比较会 就是比较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所以他们心境是非常的快乐 这样子 这几种人 他们就是 每年每年 我看到他周遭的朋友 就算是已经七十多岁了 可是他看起来也就是 会比实际的年龄 你年轻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对对对对对 你说的差不多说了 对 有三点 第二当然就是你讲的 那都是有营养的 要多运动的 第三点是最重要的 要谎报年龄 谎报年龄 对这个我没有想过来 对对对对对对 人家说 请问比较会人你几岁 然后你要怎么回答呢 我就 呃 呃 就谎报 哈哈哈 对啊 但是怎么谎报才是学问 你是说要 要减个五岁到十岁吧 一般人都是 对 这让我想到 比如我刚去中国时报工作的时候 那我们同事说 呃 张宁珠你看看 那个主主管他几岁 我就说呃 他大概是就是 呃 四十四十五岁这样 然后他就说 呃 他就说他是四十五岁 然后但他其实是可能也许是 呃 民国四十五年生的 嗯 那个那个时候 因为是民国七十几年 你知道吗 所以那时候他其实是三十岁 嗯 但是我看他像四十五岁 结果他是民国四十五年生的 嗯 所以他其实是比 他十几年年龄要老很多 所以说嘛 所以说 我在教你 好 人家问你 哎 你几岁啊 你要往报哪一年的时候 你要多报 不是少报 要多报 对啊 你要加个十岁啊 十五岁啊 人家在这边说你好年纪啊 对啊 对啊 因为像你刚刚讲 你那个 你说你那个同事啊 他如果说 他又少报的话 他三十岁啊 他又少报个五岁 十岁啊 人家说 嗯 你怎么看起来那么老 所以那我现在问张医师 最后一个问题 张医师 请问你现在几岁 这个 我们是底下三岁 好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然后谢谢张医师 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请来台嘉文化协会理事长 Esther Esther你好 林珠好 大家好 大家平安健康 嗯 那 呃 因为我们台嘉张医师 爱健康讲座呢 在网上播出以来 对 我们已经录了两集 那其实也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也大家对觉得这个 这样的节目也是蛮有趣的 很有意义 可以让大家更增广见闻 那接下来好像我们还要开办其他 内容更丰富的讲座 可不可以请Esther 帮我们介绍 好 谢谢大家这么支持台嘉的 张医师 爱健康的讲座 那我都看到这个 网路上的浏览量都非常的踊跃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再做一个 艺术家的单元 嗯 那到时候我们会也 其实也邀请对艺术爱好的朋友们呢 都可以跟台嘉办公室联系 那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小小的 精彩的一个节目 介绍大家的 呃 创作历程 创作历程啊 创作经验 很多东西大家都可以分享的 那都很欢迎 那另外我们也可能会 再开辟一个单元就是介绍 加拿大的自然风光 因为我们既然在加拿大 你知道加拿大真的很美很美 这个自然的这个景观 真的是 是 Valueable 所以我们 之后还想再开辟这样一个单元 等时机成熟的时候 再跟大家预告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 我想我们 Aster 你去过加拿大很多地方 所有的风光 你全部都饱览过 到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请你 先来为我们分享这方面的经验 好的 就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是 我们可以就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 如果你有去过哪一些地方 你也觉得还不错的 其实都可以跟台嘉办公室联系 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共襄盛举 一起做sharing 好 因为COVID-19 对 因为疫情大家都不容易 对 疫情关系 心情都比较苦闷 对 如果有这样子网上的节目 可以大家互相交流的话 非常好 我觉得多少就是可以疗愈到 我们这种比较 这个疫情期间的一个 比较苦闷的情绪 对 没错 没错 那谢谢Aster 谢谢你接受 来我们 在这里接受我们的这个 访问 而且你也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 我们都会很期待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灵珠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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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